其實我們和主的旅程已經走到近尾聲 總共路加福音只有24章 現在我們已經21章 剛才提過耶穌這個人 是不是基督 有人信他是基督 有人不信他是基督 或者不知道他是基督 有三種 耶穌這個人在地上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他是真真正正的活過在這個世上 有其他不是宗教文獻 把他這個人真的出現過 他真的是一個人 我們跟他走了21章 他真的有個生平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人 他曾經出現過 究竟他是不是基督 就要看你眼光 其實最重要的是 整個基督教想告訴別人 他是基督 所以如果你認出他是基督 那你就得救了 究竟他背後的真正原因 我再重新說一次 你認出耶穌是基督 就是你認出耶穌就是導演 所以你認出他是導演 究竟他背後有什麼含意 那就是大含意 對 那就是重溫一點 很快 不要說太多 就是之前說到三位一體 哇 這麼神學的觀念 其實我用DVD的碟 告訴我們 如果當我們現在生存的世界 其實是一齣戲 那上帝在這裡按了個Player 那他在Play 那你就看到那些東西在動 但他可以pause 他pause了 你不知道 因為他pause了的時候 那些人都定在這裡 對嗎 到Player的時候 你便會覺得 你根本沒有覺得 你有中間有間斷 應該這樣說 這些就是 屬靈和屬世的分別 所以 在上帝的角度 即是看電影的角度 那個叫永恆的角度 是另一個空間 而在我們出電影裡 那裡是屬世的空間 屬靈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他們兩個空間 是重疊的 不是分開的 因為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在這齣戲的時候 我導演也在 是不是 你見不到他 而他的空間 和我的空間是重疊的 所以 我是可以直接 和導演聊天 但當然我和他聊天的方法 就不像我和你這樣 因為 你自己想想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因為他那個叫永恆的角度 他說一句說話 就好像我們要寫成 整本聖經那麼長 所以他一句說話 你可以說很久很久很久 因為 他那個是屬靈的角度 說話很短 但是地上就要很多千年 才能真真正正的 呈現出來 遲些才有機會 再說這兩個關係 所以 你用導演和我們出戲 來觀念 你就比較容易明白 耶穌在說什麼 通常我們所謂的愛 或者我們的性格 其實是定在 永恆的角度 不在地上 你會發現 無論你在地上做什麼 你的人格 都好像沒什麼變 可以說三歲還是八十 人也會不斷變 分分鐘我們的肉體 肌肉 骨格都可能完全改變 但是我們性格不變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永恆的特徵 在我們身上 所以這個特徵 就是我們 屬靈的特徵 和時間是沒有關係的 OK 很快地提一提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聽耶穌說的話 就很容易明白了 現在就開始 上次說到 他說那個聖殿會 沒有一個石頭 摺著自己 因為當時 應該是七世紀的時候 有人攻進耶路撒冷 把所有聖殿全部回來 然後 其實就是 下面我今天和大家介紹的經文 就是 講這番話 因為這段下面講的 其實是講末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時遲都有人說 末日到了 末日這個概念 其實是從聖經上來的 就是在這裡講的 因為它比較長一點 我分兩次講 今次講了前一節 下次講下一節 其實它是同一個論述 耶穌說的 其實是怎麼帶引出這個論述 就是因為之前 它不是說那些石頭 和所有的石頭都倒下來嗎 有人開始問耶穌了 就是路加福音的21章 7到19節 我快要讀給大家聽 那些人就問 夫子 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事 如果有這個事的時候 有什麼笑頭呢 可不可以講一講 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 不要受迷惑 因為 將來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命 來說 我是基督 又說 時候近了 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好了 你們聽見打仗 擾亂的事 不要驚惶 因為這些事 必須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現 這些一切的事先 人要把你們抓住 迫白你們 要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要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 拉你們到君王處後面前 好了 這些事 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 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數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 博不倒的 連你們父母 弟兄 親族 朋友 也要把你們交官 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你們要為我的名 被眾人恨惡 然而你們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 你們常存忍耐 便必保存靈魂 或者叫生命 讀完了 這裡只是讀了一半 因為主耶穌下面還有一些啟示 基本上這段經文 剛才我講過 其實是在講末日 不過也要提一提 大家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應該第一次我講的時候 我講 其實路加寫一封信給一個人 叫提阿菲羅 其實這封信就變成了路加福音 其實這封信是特別寫給那個人 而提阿菲羅 是一個大官 應該 因為他的路加稱呼為大官 所以當時提阿菲羅 其實是一個官 而他是故意跟他說的 當時耶穌預言 那些聖殿會倒塌的時候 其實是七世紀的事 不是七世紀 應該是七十AD 其實當時還未出現過 耶穌還未上十字架 所以他已經在講預言 但當耶穌和這群會眾說話的時候 其實當然是在講幾十年後會發生的事 但是他跟那群人說的事 其實也是跟我們今天的人說的 所以要留心 其實他好像在跟當時的人說 但其實他也在跟我們說 我遲些再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這些就是先知民體的其中一種特徵 遲些再講 好 他們叫他夫子 大家都知道那群人不當他們是基督 但既然耶穌說了 原來這些事會倒塌下來 有什麼事呢 耶穌立即跟他說要謹慎 不要受迷惑 其實這是重點 其他後面的事情 都不是 怎麼說 是襯托 這兩個重點就是 要謹慎 不要受迷惑 因為 有些人稱自己為基督 基督徒就無所謂 你說自己是基督就有問題了 還有 沒有基督的名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留心 有人說自己是基督 好像是女人 是女人 另外一種問題就是 時候就緊了 耶穌中谷我們 不要跟那些人 曾經有一段日子 我都忘記了 很多年前 有一個在美國 在那個收音機 廣播裡面 有一個牧師 他時事就說 末日到了 不知道他去哪裡找到 方法 左計右計 就算到 末日是什麼時候到 但是又很奇怪 就是 聖經一早說了 沒有人會知道 連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才知道 即是說 耶穌基督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末日 只有父才知道 這是聖經在馬太福音說的 所以 基本上是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有人說知道 你也不用聽 所以千萬要謹慎 不要受為迷惑 但是 耶穌也有提到 即是 臨到末日之前 有什麼事呢 剛才說到 會有打仗 還有 文要攻打 文 國要攻打 國 由當時 你說一世紀 也不是英世紀 耶穌應該是三十多歲 他講這番說話 應該是三十多歲 當時 你想想 由當時到現在 打了多少次獎 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打完 現在分分鐘打了第三次 所以 不可以直接用這番說話 跟今天的相比 但事實上也是 現在還在打仗 世界另一個角落 還在打仗 還在死人 還有 地要大大震動 我們時期都會有地震 另外 有飢荒 有瘟疫 今次 真是應棍 真是有地方 即是 飢荒 瘟疫 剛剛 算是快結束 但是 十分慘 還有很多 所謂 Great Signs from Heaven 還有一些 天降儀仗 可能是 譬如說 有些隕石經過 或者 有些 譬如說 現在我們用了 一個偽拍望遠鏡 真的 很多 精彩的圖片 已經傳了回來 所以 第一 我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到 如果我 住在當時的人 假設我不能死 幾百年 究竟 什麼時候才是 耶穌在說的 情境 不過 有一件事 可以提一提 就是 雖然我沒有辦法 拿到 reference point 我不知道 怎樣為之 比喻耶穌說到 這些 饑荒 瘟疫地震 但是 有件事是肯定的 就是 你會發現 這些 地大震動 饑荒 瘟疫 還有 打仗 是會越來越劇烈的 你沒有見過 它越來越 和平 是沒有的 其實 由當時到現在 人們是越來越 兇殘 間接上 因為 你的武器厲害 打得更厲害 以前就是用拳頭膠 用石頭 就是 用馬車 現在不是 用火箭 一炸原子彈 整個城市 全都不見了 所以 現在 當時 那個程度 是越來越嚴重的 究竟要嚴重到哪個地步 才是真真正正正 末日到 是 不知道的 當然 要看你 如果你有心機去研究聖經的話 你可能有些心得 麻煩你告訴我 除了有外在的事 原來 有 人事也出現問題 你也可以留心一下 這些事在我們身邊有沒有發生 會被人逼迫 還是因為他的名 被拘捕到 監女 和見君王 當時 保羅 是類似有這樣的情境 而保羅何時被人拘捕 就是耶穌復活之後 他變成門徒 然後一直傳到 也應該有十多二十年後 他才被人收監 但是 亦到今天也好 保羅有沒有遭遇 今天的基督徒 也有類似的遭遇 其實你可以 用一句說話 很簡單的明白 就是 宗教迫害 對 我想這些事都不是第一次聽的 有些地方是會抓牧師去坐牢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這一種個案 很奇怪 他說這些事必要出現 還要是你們的見證 為什麼會是見證 後面講得很清楚 因為當那些牧師被人捕捕的時候 很厲害 零牙利恥又自衛 因為捕捕他的人 沒有辦法拼搏 十五節就講到 就是這樣的解 好 其實 奇怪 當牧師被人捕捉 人家用什麼法律 就說你犯了什麼法 什麼法 到時他會有口才有智慧 這裏是耶穌說的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那是什麼呢 就是導演有話說 這一句我後面再解釋 因為這是很重點 現在還在走通 很快 還有 連父母、弟兄、親族、朋友都要把你交官 間接上就是眾叛親 哪裡有這樣的事呢 連自己家人都會出賣自己 真是眾叛親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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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會因為他的名 即是說你是基督徒 就會恨你們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會發現 那個人都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討厭他呢 如果你發現 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 如果發生你 你身上有基督徒的話 那我就恭喜你 即是說 你正正就是耶穌說 因為他的名 而受迫白的人 這些都不是當時 第一次發生的 以前舊約 那些先知全部都是被人捉死的 不過最後那句 就很重要 他說 你們要常存忍耐 必保存靈魂 另外一個解法 就叫生命 其實這一句 我就去到這裡停了 就是 其實他所謂保護 保住的生命 即是怎樣解答 或者怎樣明白這個 就是 剛才說過 我們的性格 人格 其實是在天上 在屬靈的空間 其實我們 已經存在了 只不過你不知道 我們只是在這個地上 過活的時候 我們很清醒 但是我們的人格 你沒有辦法在地上找到 因為那個人格 不是在這個空間 時空上面 而那個人格 是在屬靈的時空 永恆的時空 已經和上帝同在 在我的靈魂聊天的時候 那我就知道 那靈魂和我 是怎樣聊天 是不是好像我 跟你聊天 又不是 哈哈哈哈 你要慢慢研究聖經 你才會明白 因為我要這樣解聖經 你才會明白 如果上帝和你說的 都是聖經 你會不會明白 哈哈哈哈 一樣 所以 你要留心 所以這裡 保存生命 其實靈魂 其實靈魂是好些的 其實正在保存我們的人格 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受迫白的時候 就算人家怎樣擦你也好 你也不會說一句謊 嘩 這些人格 只有天上才有的 地上的人是不會有的 為什麼 地上的人很簡單 我要吃飯要生存 我說一句謊 就是說我就可以走了 為什麼我不說呢 這些就是地上的人想法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生命 我們叫熟靈的生命 你是有人格的話 你可能死口不認 你死口也不說 謊 不會去誣衊其他人 這些就是有骨氣 我們中國人說 而這種所謂骨氣 是熟靈的事幹 絕對不是熟世的事幹 這裏就和大家交代一下 除了會有打仗 分亂的事 瘟疫 已經夠煩了 原來自己親憑戚友都會出問題 這些也是 這兩種象徵 都是末日來臨的先事 但是我亦都說過 這些事 不是現在才有 以前也有 只是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哪裡才是 耶穌宗要回來呢 我就看不出 幾時幾月幾日 耶穌回來了 但是當COVID出現的時候 我想會不會是金雲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有預言說他回來 我只是說 這次也很糟糕 真的 這樣的瘟疫 你沒有見過 我想都沒有見過 不過 如果我們仍是生存得到 可能還有一窩勁的 哈哈哈哈 所以很多人都盼望主耶穌回來 因為他回來之後 天下太平了 哈哈哈哈 這裏就和大家通過了經文 今天要講回 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有甚麼用呢 用得著呢 講一句 天下真的不太平 這樣耶穌就說 不要擔憂 不要害怕 為什麼 我早就告訴你會有這樣的事 你應該有心理準備 千萬不要想著 世界越過得久 世界會越太平 其實是一路活下去 世界會越來越不太平 這個就是導演 一早就和我們說 那個劇本 最後的時候 是亂到不得了的 是的 當然我們當然是期盼 有平安 但是 是有平安的 為什麼有平安呢 就是 奇怪 他說 當有這樣的事的時候 他會像我們口才 智慧 對 那你要發現 對 為什麼這麼亂的時候 他說連一根頭髮都不會 損壞 就是說 我們仍然都是平安度過的 就是說 就算天下跌下來 都可以當皮靜 這個意思 而當有困難來到的時候 為什麼突然間會有這樣的智慧 而可以全身而退 那就是代表 導演跟你說話 亦都是代表 你和導演有溝通 那還不是見證 所以 記住記住 我們人生 匆匆幾十年 但是我們的生命是永恆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容易跪下 是的 不要把我們的人格 棄掉 哈哈 即是上帝 在我們一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個角色交給我們 我們好好演好他 是的 到了有需要的時候 導演就會提醒你 喂 你應該這樣對答 那你就全身而退 因為 我們最終 到最後 見到天父最後一面 不是 我們見到你最後一面 我上到見到天父的時候 主 和我們的天父 就真的要給你一個獎 嗯 做得好 這樣 你仍然支持得住 夠骨氣 我給你獎 是的 這樣 所以 困難一定有 但是 上帝的平安 永遠和我們同在 到有需要的時候 上帝就會給我們有智慧 讓他回答 這些經歷 我都經歷過 不止一次 很多次 所以 上帝一早就把結局 和我們說了 那你就不要緊張 因為 一定會發生的 因為 平安 不在地上 乃在天上 所以 主耶穌來 讓我們明白 原來有一個屬靈的世界 讓我們知道 那個才是真真正正 我們最後的 中國的家鄉 地上會越來越亂 是的 不要擔心 因為主要我們同在 好 希望 這裡對大家有個鼓勵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